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战国论足的Podcast 你在收听的这一个Podcast的节目 目前来讲在台湾我们上个星期是达到了第五名 直冲第五名 所以是非常骄傲的一个创举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嘉宾还是ABT主谈Ashley 哈喽大家好 我是ABT主谈 还有Chelsea的粉丝德威 今天我们的主角她的球队这个星期沸沸扬扬很多新闻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斯德威 哈喽亚洲乃斯 没有想到乃到自己的球队这个星期出了这么多的新闻 哇 够够不如啊 这个礼拜 可以说 所以每个Chelsea非常少是够不如啊 对啊 不过在讲Chelsea之前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关注度放到这个星期 算是原本最大星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已经算是最小的星 Belsa的这个决定了啦 你们觉得说Belsa为什么会走上到这个被炒的这个地步啊 你们觉得说她被炒是不是咎由自取啊 Ashley你要不要先来讲一讲你的想法 其实Belsa被炒最主要的就是本赛季啦 本赛季每个人都在批评了 就是她对于她自己的战术太固执了 其实我觉得上个赛季跟这个赛季最大的差别 对于Leeds United的粉丝来讲啊 最大的差别就是 固执跟坚持 因为上个赛季打到因为成绩很好 所以每个人就讲哦没有Belsa有她的一套 Belsa很坚持她要的这个system非常的好 可是这个赛季发现到这个成绩是不好啊 过后球迷就转向没有Belsa很固执 因为主要就是这个成绩没有拿到啊 但是我觉得一部分你可以怪Belsa固执啊 system不要改 但是你一部分你也是要讲啊 这个商品的这个影响对他们来讲真的真的很大 而且Leeds United本来他们的这个球员的能力 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好 如果你要跟其他可能现在一些降级热门的球队 还比较的话 其实Leeds United的球员能力真的是很差 主要是因为他们上个赛季的system work的很好 所以他们才打的比较有成绩 所以我觉得一部分你可以怪是Belsa固执啊 但是你一部分其实也要讲啊 这个商品的影响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太大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啊 想球迷对于这个Belsa的话 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别指球队的球迷 因为我看到很多Leeds United的粉丝 大部分啊 都是觉得说Belsa离开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他们都是觉得说这样子的话 你都要让他打到这个赛季结束 然后你可能在下季的时候才做换算的决定 因为他们的看点就是他们会回到银潮 他们在银潮打到多么好多么烂都好的话 这些东西全部是Belsa给他们的 他们在银贯甚至说银甲一共混了16年 他们才回到银潮 而且Belsa球队虽然讲这个赛季打到很差没有错 可是要看一看他的赏兵的人员的话 后场的这个队长连Kuper受伤 中场Kelvin Phillips受伤 前锋线上深锋 Kentrick Bamford也是长期的这个赏兵 所以对Belsa来讲的话 并不是说这个成绩下滑是不能够预见的 虽然讲他的战术是很固执没有错 可是问题就是说很多Leeds United球迷 我看到的都是觉得说他们甚至连降级局都没有掉进去 你就做草率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不是有一点太过的草率了 甚至说对Belsa是不够准重的 因为毕竟你们有的今天这个奖场 全部都是Belsa打出来 所以我是看这个疑问跑出来的 因为我是看到他们在聊Belsa的时候 他们甚至是很多Leeds United球迷 这讲Belsa对他们是多么好 他们是多么的想念Belsa 他们真的是有些想念 并不是大那么的极端 不过有些人都是讲说 他们宁愿跟着Belsa一起降级到银罐上面 他们也不会觉得说 Belsa留下来是一个他们会后悔的局 我看到是两派 就如果你是比较好像从以前开始支持 Leeds United比较久的球迷 都是会比较就像你刚才讲的 每个人都讲 谢谢Belsa给我们这个好像很好的回忆 把我们带上来营巢 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足球 给这个Leeds United增添多一个identity 但是我还是在Twitter上面 也是有看到有一部分的球迷 也是Leeds United 但是可能是近期不久前支持还是什么吧 他们就会觉得好像讲说 我们system已经过时了 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留在营巢 就一定要换这样子 但是可以啦 我还是看到比较多的部分的人是讲说 很感谢Belsa带给他们这几年精彩的这个足球 对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 就是偏向于站在Belsa好像不行的 就是一早走天下已经被摸透的情况底下的话 感觉上他已经是被摸透的情况底下 是时候要做出改变 而且他又那么固执不做出任何改变的话 可能就是最终导致他下课这个原因 德威恩你觉得说从旁观者来讲的话 你是站在说Belsa应该有这个机会 帮Leeds United打保持战打到这个赛季结束 还是说站在Leeds United的老板 这你觉得说是时候做出一个换帅的决定了 我这边的看法是 我就觉得Belsa是时候应该是要走的 因为我是觉得他的战术应该是 几乎是被摸透了 摸透还不要紧 而且他的上个赛季的主力的区域 比如说Banford啊 Kalvin Phillips等等几个都 这个赛季完全是没有完全没有看到他们的 剩下的其他的拳论是完全符合不到Belsa的战术 以及他们的那个stamina 他们的体能也是 打不到每一场可以打到90分钟 所以我是觉得Belsa走势应该是很厉害的 而且再加上看那个排行榜 我觉得Leeds United现在目前是打了26场比赛嘛 而且是打了23分 我觉得距离这样区区是还有2分啊 我是觉得蛮危险的 对啊因为像是你讲的 像是我刚刚也是有讲的Belsa很固执 不愿意做出改变 可是一种方面来讲的话 如果他愿意去做出改变 可能他就不是这个 大家讲的El Loco这个风子教练了 所以他会做出改变 这基本上就是没有人会 预料说他会做出改变的事情 所以他这样固执的这个情况的话 就导致说最终Leeds United的成绩 就是很一面倒的很极端的 往惨败的方面去走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小微提到说 在过去的这个六轮的营草比赛里面 Leeds United是只剃合了一场比赛 输掉五场 然后这五场比赛里面 虽然讲前线上是有打进五球啊 看起来是还是可以接受至少有再进 可是你仔细去看 你会发现到六场比赛里面 有四场比赛是压活的 一场比赛对Anson Villas 3比3的合局里面 打进了三球单场比赛 之后剩下的两个进球 就是4比2输给曼联手打进了 其他四场比赛 对Newcastle 对这个Edverton 对Liverpool 对Tortman 全部都是压活 而且在这期间里面 后方先被人家关进了21球 这是很夸张的 你要想想 Paterchek之前这个 在巧思的时候 2004、2005年 整个赛季只掉15球 然后Biasa球队 在刚过去的2月份 就已经掉了21球 这是不能够接受的这个东西 后方的这个问题 他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平衡点 然后就要问这个 对啊 就要问Ashley说 你会不会觉得说 Biasa的这个很极端的进攻足球 是某种程度上影响到 Cowen Phillips啊 这个Patrick Baffert 还是Leon Cooper这样子的球员 主力球员的这个 最主要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Biasa fatigue 这个问题 上个赛季 基本上我们也是看到 Liverpool这里出现 Clock fatigue 也是出现了很多的 伤兵的问题的话 这个赛季 这个情况 发生在Levitt的身上 你会不会觉得说 有一点同情一下Biasa 其实有啦 我觉得这个其实 从Biasa一上润 即使在Championship 就已经有讲了 他们第一个 那时候在Championship 之所以没有Promote到 最后Sleep掉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Biasa Burn out的这个关系 就是球员真的是太过累了 而且你看他一上到来 营草过后 其实他们在Championship的主力 Pablo Hernandez 也是老 也是踢不了这样多 所以就慢慢给他 就是好像放走这样子 然后给Rodrigo上来这样子 我觉得有啦 一部分其实真的是觉得 可能Patrick Bamford Kelvin Phillips这种 在他们的这个体系 打了这么久 而且他们算是真的是主力 每一场都需要 上场的那种重要人物 我觉得多少 还是会蛮同情他们 而且Liam Cooper 我觉得他的年龄上面 也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这个年龄 你还要要求他 每天这样跑 这样子 我觉得是蛮可惜 虽然讲他们 第一个赛季上来的时候 哇 那个足球 真的是很精彩 真的是感觉你 如果想要看一个 作为一个neutral的fans 你就去看Liz United的足球 很精彩 很好看 可是 很爽 可是现在就真的是 很可惜啊 这些球员 Kelvin Phillips这个赛季 好像已经miss掉 基本上只上过四五场 罢了吧 Patrick Bamford好像也是一样 我觉得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在Euro的时候 我们看Kelvin Phillips 打到这么好 结果哇 这个赛季突然间受伤了 就整大半个赛季不见掉 咦 这一期节目之前 我们前几周 也是有下回提到 这一个 英格兰的 国家队的 代表球员 在Euro的时候 打进到决赛 可是我们 现在认真去看的话 好像 除了Dekker Rice的状态 是有比较保持足以外 好像其他的球员 全部都是 出现到状态下滑 Herry Kane 不管是转位的问题 Sterling有啦 Sterling OK啦 在Euro 我个人是觉得说 他的表现并不是那么好 可是他就是有很神奇的 一直进球这样子 对 就是大部分觉得像 Maguayor Shaw Rashford 然后 这个Calvin Phillips 包括Pickford 这些球员 好像状态都开始出现到下滑 不知道说 是不是因为这一个 赛程很密集 然后Euro 打到决赛过后 他们的心智 心理上 身体上都开始出现这种 疲累的情况 再加上 我们都有讲了 比奥萨的足球 是非常极端的 Calvin Phillips 回来 从英格兰国家队 回到Liz United 过后 还是要继续接受这样子的 激烈的足球的话 也难怪 他身体可能会吃不消 然后 这个赛季就出现到了 很大的 这个伤病问题 不过这里还是要问问看 德威啊 你觉得说 Liz United 现在来讲的话 保肌的机会 有没有比较大 炒掉了这个比奥萨过后 我觉得 5050吧 我一下看这个 新的教练的打法是什么 因为我是听说 这个教练也是错 跟凌撒的打法 好像差不多一模一样吧 好像是哦 这个Jesse March 等一下讲到Jesse March 我就要问教练的问题了 我就要问 因为当时候我记得你讲 曼联没有主帅 你要的人是Jesse March 然后我就想要讲 你对于他的期待是什么 我就想问 因为既然我们有聊到Jesse March 我们就直接去聊聊 这一个Liz United 确认的新的教练 美国人 美国老48岁的Jesse March 我个人之前也是讲 如果曼联要找一个年轻的主帅的话 想要做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话 我老实讲 我当时候 真的是有把Jesse March 放在考量范围内 可是 近期看到Renick 进来带队过后 我发现到说 Jesse March 真的是 不能够来曼联 因为我们在 他Jesse March 他也是这个红牛的体系出来 跟Renick一样 他在这个Coach's Voice上面 也是一直的 突然讲到说 启发他的这些足球的教练 也要算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Renick 我们都知道Renick 在曼联的这个指教底下的话 曼联进球机率很多 可是始终没有把握住 我们前把握能力 后方线的话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说 他来到曼联的话 哇 我觉得说这个问题 并不会得到太多的改善 那当初Renick刚才刚 做曼联的代理主帅的时候 有声音讲 Jesse March要回来做 这一个 曼联的助理教练的时候 我是觉得 是可以赞同的 不过 我是看不到这个事情发生 毕竟 你从助理好不容易 升上 教练 主教练这个位置过后 你是很难有这个 可能性说 哇 我再降回去做助理 这个 可能性发生的 不过Jesse March的话 那这一次他去Lis Snyder 我讲真的 我是蛮蛮期待一下 因为之前 我跟这个Ashley 也是有稍微讲过 我们前几个 前几周的这个 战果论主有聊到说 这个Bernley跟Lis Snyder 如果做炒帅的话 谁 保肌的资格比较大 我当时候是讲 Bernley的保肌需要会比较大 因为Lis Snyder 炒掉Marcelo Biasa的话 Lis Snyder 遇到最大的最大问题就是 他们的这些球员 根本是不知道 自己的定位是什么的 在Biasa的体系里面 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几乎没有防守 什么球员 都可以替什么进攻的位置的 凑合作用 可是 一个 教练进来过后 跟Biasa的体系 完全不同的教练进来过后 他要怎样子 让这些球员 更有体系 更有系统去替足球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 这一次他请进Jesse Musk的话 进攻理念上跟Biasa 是非常接近的话 我是觉得说 对Lis Snyder来讲 是比较聪明一个决定的 毕竟 他不会需要太多的 这个战术上的改变 他们适应期可能也会 理所当然的 比所需要时间更短一些 所以我是觉得说 Jesse Musk 是可以期待一下啦 不过 同样的一招 同样的这个进攻理念的话 你继续让Lis Snyder 这样子打下去 我并不觉得说 会有太过管用啦 因为毕竟 比奥萨比Jesse Musk 更有经验 他都没有办法 把这个成绩 保持住了 你请进一个 更没有经验的 第一次在银巢之交的 一个美国老Jesse Musk的话 我是有保持着怀疑啦 因为 如果他进来 没有办法马上 起到新帅的作用的话 可能Lis Snyder的状态 真的是有点担心说 他们真的是会掉下去 这样几局 Ashley呢 而且Jesse Musk 在 他在那个 RB Leipzig的那个成绩 很糟糕耶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因为之前 你可能就变成证明了 你在那个 Austria League的时候 你带领那个 RB也是红牛 可是可能你在那边 你就真的是最强的一方 有一点感觉好像 PSG在罚甲这样的感觉 你就好像你可以 大杀四方都没有关系 可是他这一次 这个赛季去到 RB Leipzig的时候 他的表现好像 真的蛮糟糕的 然后导致到中途 你就要把他炒掉 我不知道是好像 可能系统不太适合 他们不太适合 Leipzig还是什么 但是我其实也是 蛮期待Jesse Musk 来这个Lis United的 跟你的观念是差不多 想法差不多 就是讲你在适应 那个新的战术里面 你不需要有太多 就太长的那个时间 去适应 现在目前至少 这一批球员 可能这个赛季结束了 过后 你再重新去想要 怎样建队那些还OK 你这个赛季 你就先给他们 好好打完 接下来的这个 做好你的这个宝击 就OK了 因为这一个 Jesse Musk 在RB Leipzig 失败的最大原因 他当时候也是 有出来讲说 是RB Leipzig的高层 要炒掉他 他自己也是说 他是时候离开了的 他当时候也是直接讲说 这一批 Leipzig的球员 跟他想要踢的 这个进攻足球 是没有办法形成 一个最好的理念的 可是 在他底下来讲的话 唯一一个受惠的球员 到现在来讲 状态都是非常火热 就是 是Christopel 很酷 在他的底下已经变成一个 进攻型的球员 然后进球不断 很完美的 继续顶替了 Timo Werner 留下来的这个空缺 成为这个 Leipzig的最强的武器 而且 对于 Jesse Musk来讲的话 当时候他自己也是讲的 他会选择离开 Leipzig 除了高层要炒他 他自己也是觉得说 球员不适合他的话 我是觉得懂得 做丑离的话 OK啦 至少他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里 虽然讲 对他很不利一点 就是他中途离开Leipzig的时候 Leipzig的排名是蛮低的 现在来讲 Leipzig又回到 这一个 Bundersliga的前几名 而且甚至说 在 VM跟Dokmundo 已经是提前出局 德国杯的球员底下的话 他们还是出局德国杯 现在是大日本 可以最终拿下德国杯的 这个冠军的啦 各位呢 你对于Jesse Musk的 这一个 人选 你觉得说 Leipzig的球迷 会愿意支持他吗 因为这一个 Jesse Musk在他的 第一个interview的 这一个 Leipzig的官方的采访里面 就已经直接讲了 他知道说 有一些球迷 还是想练比奥上很多 球迷一时半火 没有办法接受他 甚至说会听到 他的口音 会觉得说 嗯 这一个教练 不应该进来教我们 就觉得说 已经2022年了 应该不会有人 会以他是一个美国人 然后就觉得说 他不懂足球 这种 刻板影响去 整对他吧 我是觉得他球迷 应该要支持吧 最近他是 现在你的新教练 他唯一办法 又帮你打 去 forward 打更前进嘛 也不要想回想表赛 因为表赛已经是过去了 不然就看这新教练 带到你们是什么的程度 或者是 守护在Premier 或者是这样继续到 这个 championship 我觉得 只能这样看吧 而且再加上 T-Mark的战术 像你们讲 就是他很 pressing 也是要看 Distlider的这班球员 能不能 符合到他 因为 Distlider球 所以我讲真的 那种 深刻他们可以打 这种 高枪都打到 90分钟 对啊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 有这一个 上面的 有一个拱图出来 讲什么 Distlider现在是 championship squad 英贯的阵容 然后一个 MLS level的 这个教练 美国的 大联盟的教练 完全就是不看好说 Jackson Musk可以带领着 Distlider完成 保击的 这个任务了 Ashley的话 你觉得说 Distlider这个赛季 换了Jackson Musk过后 剩下12轮比赛的情况底下 他有没有 足够的时间 帮助Distlider保击啊 我也只能讲 Distlider nothing to lose 我觉得其实 如果你真的是降级的话 也就 你就重新再 再打吧 因为我觉得 其实部分球迷也是 会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讲啊 你的球员的定位很混乱 你的这个体系 在表赛那边很好 但是 只要表赛离开的一天 你的这个体系 一定是乱到完的 你的这些球员一定是 重新要找回自己的定位的 所以我觉得 你就给他看一下 这个12 12场比赛 看他能够做什么吧 我觉得现在 Listlider暂时来讲的话 是nothing to lose 不管是你降级 还是你保级的话 你下个赛季 我觉得都是重新 要洗牌的一个时候 其实我蛮认同 Ashley那里 因为毕竟我是觉得说 比奥萨的合约 最近这几年 都是打完一个赛季过后 在夏天再决定说 他要不要再续前一年 我的个人想 就是你一年一年 这样子签下去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 去做一个长期的 这个计划说 我们球队五年过后 要长什么样子 五年过后 要达到怎样子的目标 因为 宜庸也不知道说 比奥萨下一年还会不会在啊 不管你要换帅还是不换帅 我觉得说 这都是一个赌博啦 你不换帅的话 你是有比较有经验 比奥萨带队 可是这个赛季降级了 或者说 保级成功了 然后夏天怎么办 夏天又要花大部分时间 去跟比奥萨谈说 你要继续带队吗 还是怎样子 这个东西对球队长远来讲 并不是特别好的 至少你现在换掉了这个 比奥萨过后 你请进了一个理念上 跟他进攻足球 跟比奥萨进攻足球 非常接近的 夏天马斯的话 他又比比奥萨年轻的话 你至少可以确定说 未来的这个 呃 两到三年内 如果夏天马斯带队带得好的话 我们的球队 是可以围绕着 夏天马斯要的 足球理念要的计划 要的全去建队 比较看得到有一个规划 有一个未来感啊 像是比奥萨 比奥萨好像就是 关注的就是现在现在当下 然后没有办法去未长远的 这个目标去做规划啦 我觉得一般来讲 比奥萨应该 任务也是达成的啦 就是 他的任务 其实就是要把 李斯乃德带上来隐潮 他已经达成了 他的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 是时候去换一个新的 一个New Blood 进来去带领他们了 对的 就是最后的话 你要不要去 讲一讲 李斯乃德 会不会降级啊 因为刚刚 你闹了很大圈 可是一直不敢去讲说 李斯乃德会不会降级 你可以讲一讲 你心目中觉得 三支会降级的球队啊 因为上个星期 我跟这一个 Ashley还有这一个 埃萨都已经是 讲出了我们心中 三支 想要降级的球队 对啊 你的三支觉得 会降级的球队是谁啊 Lowage Wattford 李斯乌 如果再加了一个融合 我觉得 Brandford也会降级的球队 Brandford OK 那我们就进入到 下一个 课题啊 就是 比较沉重的 有关于到这个 政治的这个话题 就是这一个 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的 这一个事件啊 UEFA跟这个FIFA 都是相继出来 不只是切割了 跟所有俄罗斯品牌的 这个合作关系 也是直接的 这个竞赛的俄罗斯 去参加2022年 冬季世界杯的 这一个决定 甚至说 今年夏天在英格兰 举行的女子 欧锦赛 Women's Euro的话 俄罗斯国家队 也被 排除在了这个比赛以外 包括了在 Europa League 或者说 其他的这个 UEFA举办的俱乐部的 欧战赛事上面 只要你是俄罗斯球队的话 你全部被 排除出去 Spartam Moscow 原本要去对上 Abi Leipzig了 也是直接被取消 只跟Abi Leipzig 不战而胜 直接进入到 下一回合啦 你们是觉得说 UEFA跟FIFA 这一次这样子出来 完完全全的 BAN掉俄罗斯 足球的这一个动作 你们觉得说 是 可以认可的吗 哇 哇 我 我觉得啦 不认可 但是我 可以看到 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做 我觉得是 我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做 但是我觉得其实 算是伤害到很多 无骨的这些球员啦 这些球员很努力 他们要去比赛什么 可是现在这样子被BAN 我觉得是 我不认同他们的做法 但是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去做 那位呢 我是觉得这样子 可以 像 也是不热头 但是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主要是看到 俄罗斯的那个 残忍的 也是变成 UEFA跟FIFA 就站在中立 中立的方面 也就是 可能可怜到武克 那边就是 BAN掉 关于Russia的整个 比如说国家 关于Russia的全部 都是BAN 就一直BAN 就堆完了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东西 像是刚刚你们两个月都有 稍微提到的 对俄罗斯的球员 对俄罗斯的俱乐部 不是很公平 甚至说 有些 这一个 在Spartame Moscow 效力的群 可能都不一定是俄罗斯季 可是就是 因为刚刚好 他们效力的球队是俄罗斯球队 然后他们这个赛季的努力 在EUBA上面的努力 就全部就泡糖了 然后俄罗斯国家 对也是直接 不能打这个世界杯的话 就真的是 我个人觉得 不是很好一点 就是觉得说 感觉上就是要再提升 丑恨子 感觉上要把这个目标 转来转去 就是说你们不能替世界杯 还是什么什么 你们要怪谁 你去怪普丁他引发战争的 你们 只能怪他 我是觉得说 现在来讲的话 你ban掉这些国家队 我可以理解 你ban掉这些品牌的赞助商 可是你ban掉国家队 ban掉这些俄罗斯的球队 去参加比赛的权利的话 这个东西对于 达到和平 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帮助 甚至觉得说 好像就是 有一点点在 抓热度之类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球员来讲 真的不是很好的事情 当然没有人想看到战争发生 可是 难道你为了要抵制俄罗斯 你就直接 扼杀掉这些球员的努力吗 俄罗斯的那个是 有一个球员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他是第一个俄罗斯球员 自己站出来讲 no war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可惜啊 他就这样子 他已经生命了 可是他最后他还是被ban 可是每次我们讲 好像足球跟政治无关 这样子 我觉得有一点难啊 因为毕竟这个战争是 关系到全世界的东西 不管是哪一个方面 我觉得都有受到影响 所以ban掉的话 能够理解啦 但是对于这些球员来讲 我觉得是很可惜哦 很可怜啊 他们也不懂要去怪谁啊 就这样去怪布丁这样子 好像有点奇怪 我觉得 我觉得那些Russia的公司 那些公司也剩下一个战术 就觉得哇 好像亏了 拿到去怪他们的首相嘛 对啊 然后这一个 这股炎烧的话 直接影响到了 在这一个 Lukomotiv Moscow 直交的这个德国教练 Gizbo 直接是出来讲说 我要辞去主教练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 在训练场上 代对训练的时候 直到说不远处以外 有军人下 下达这个命令 去攻打乌克兰 然后包括在这一个 Dynamo Oscal 的这一个 前Liverpool的球员 也是这个 乌克兰的这一个 国家队业选手 Voronin 也是辞去的 他在Dynamo Oscal的这个 助理教练工作 他讲他没有办法 在一个国家里面工作 但他知道说这个国家 正在轰炸着他的组 所以 就是已经可以看到出 有很多的这些外籍教练啊 外籍的球员啊 已经开始在寻找着离开 这一个 俄罗斯的 这一个联赛 甚至说 包括到了 乌克兰那里的话 那个 那个叫什么球队啊 他们也是巴西 巴西球员就是 Shar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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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一群的 南美洲的球员 就也是聚集在一起 然后要求他们的这个 南美洲的这个国家 出力带他们 离开这个 发生战争的国家 所以 是看说这个战乱 要持续多久 然后看说他们 其实才能够 达到一个和平啊 当然是尽早的结束这个战争 对每个人都是 最好的事情啊 不过 我们先暂时把这个 UEFA跟FIFA的 这个 针对俄罗斯的世界 先放一边 等一下 讲到消息的时候 我们还会继续再回来聊 这个话题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 他是要回到足球的本身啊 这一周 我们讲的唯一场球赛 就是联赛杯的这个 决赛的复盘 一个上星期讲 一直不在乎的 HD最终 他的球队 拿下的这一个 天赛杯的冠军 你们谁要先来讲讲 这场比赛里面的看法 我先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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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很酸哦 我是觉得 敲戏这边 其实 是OK的 我是打到蛮弱的 就是 Miss Jivel Pulisic也是Miss Miss 就是 没有办法把他的比分 就是从0变成 有进球的比分 我是觉得 输了就是蛮可惜的 但是 这些的 也是打到很老 其实牛部机会 也没有比敲戏来的多 那是觉得 他们也是打到很 consistent 而且 如果敲戏这边的话 其实 从一开始到 RSP 换下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期间是打到很老 只要RSP换下的时候 觉得敲戏整个 已经开始 漂浮固定了 就是没有那个 那个 前面一开始 到RSP 那个期间 这样凶猛的 而且我是觉得 最大声音 还是觉得 可以聊到VAR那边 我再待会讲VAR 我就先交给 对 其实我觉得 这场球赛 如果你以一个牛车来看 很精彩 我觉得 其实对啊 我刚才查了一下数据 超系有四次绝佳机会 Liverpool有三次绝佳机会 其实我觉得 那个机会都是 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然后这场比赛 就 一开始 Mason Mou miss 然后Sanio Mane 也miss 然后 就一直miss 还miss 去 我觉得是很精彩 0比0 而且两方都 其实都是打到很好 我是这样觉得 我是觉得 以一个中立球迷来讲 会很享受 但是以一个 好像如果我支持 Liverpool的话 我这个在社交媒体上面 真的是看到两个很不同 好像如果我支持Liverpool 我就会讲 为什么这个Refree 一直在偏帮潮西 可是如果今天我站在 潮西的粉丝的角度来想 我也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Refree 一直在偏帮Liverpool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聊的一个东西 这个 因为我也是有几个办法 就是过后 好像赛后完了过后 你冷静下来看回去 你就觉得 OK 这个判法Liverpool 这里应该受到惩罚了 然后有时你看回去 OK 这个地方 其实潮西的这个fault 应该会受到惩罚 会有那种这样子的perspective 我觉得 对啊 这一场比赛的话 其实我蛮认同德威讲的 在Refree 被换下之前的话 其实潮西是 比较占据这个优势 甚至说 可能场面上是比较占有的 就只是前面的机会没什么 好几次的进球机会都打不尽 甚至 打中这一个门柱弹得出来 我之前就一直在讲 Refree De Quetta 好像已经开始老了 可是 感觉上他老而迷奸 这一场比赛的话 我们看到他一受伤 他下场 Ris James一上来 就真的是觉得说 Ris James你真的是不fit 完全没有match fitness 他上来过 对 我是不是因为受伤 刚刚复处而已 所以感觉好像 不算八卦 一定因为他久没有比赛 久没有比赛了 而且他意义上还是打final 我觉得这种情况 有点像Hermicad 在Botterman那一场 就是Botterman那一场 Botterman那一场 Botterman那一场 也是Botterman那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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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好的进球机会 那么当然的话 刚刚你们两个都有讲到 这个裁判的争议点 我们今天就来 聊聊说这场比赛 我个人觉得三点 比较具争议的就是 这一个 Liverpool应该 应不应该有一个红卡 然后这一个 MATIP的进球 是不是应该要算数 Lukaku的进球 再加实赛进球 到底有没有阅位 这三点是我觉得说 比较具具争议的 我们先从那一个 红牌事件讲起吧 世界跟这个 升级器官这样踩下去 真的不是犯规吗 我觉得其实 讲着那一张 那一个犯规啊 如果拿到红卡的话 我也是ok的 来我会觉得 嗯对 fair enough 因为虽然讲说 Nabiketa真的是不小心啊 因为你看其实 两个人举角 你是有那种五十五十的那种 怎么讲 五十五十的chance啊 其实Nabiketa 举角啊 没有动到球 刚好Chaloba也没有动到球 两个人都没有动到球 可是因为Nabiketa 是好像 因为惯性的关系啊 往前啊 就不小心这样踩到 可是如果那一张 是判了一个红卡 我也是能够理解的 因为真的是一个 like violent的一个 呃 这样讲play这样子 我觉得是 可以理解的红卡 但是VAR这里 其实也没有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最大的影响啊 对 Chalsey来讲 因为如果这个真的是 红牌被发现的话 整场比赛的局势 一定又是 改到完了 各位呢 你觉得这个Nabiketa 要去践踏 这个Chaloba的 直升根 是不是应该要被 红卡拔下了 其实我当成 一看其实我讲 那个 我觉得那个是要给卡的 你不给红卡 至少要给到黄牌 因为那个是 蛮严重 其实有一点 呃 连续到那个 Wayne and stuff 我就觉得 这个Nabiketa 不给卡 我就觉得 很奇怪 我就觉得 哇 现在这个 一看越不懂啊 对啊 那么第二个争议点 就是Matic的这个 这个进球 应不应该被取消 虽然讲 不应该 回放显示来讲的话 Vandai的脚是有越位的 不过 真顶到第一点 投球的并不是Vandai 他们取消掉 这一颗进球 最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觉得说Vandai 阻止了Ris James的 这个 跑位 让Ris James没有办法去 真顶到那个 投球最终 第一点的投球 就是因为 Fandai 阻拦Ris James的圈底下 Chelsea没有办法抢到 那一个投球 第二点的话 就被这个Matic 补顶进去 Matic 补顶进去 我一直讲错 就是Matic 就被Matic 投球补顶 补顶进去 当时候 Liverpool的球迷 全部嗨了 哇 终于打破将决 可是最后这个VR 竟然取消这一颗 所以你先来讲讲 你觉得这个 进球应不应该被取消 其实我觉得在球队来讲 应该是算金 因为我不觉得 Wandai才有阻止Ris James 因为 而且 如果是比升高 我觉得Wandai 是完全力压到Ris James 因为Wandai升高 是193 Ris James才178 178 我觉得 是应该算金 而且在我角度来讲 其实 在那个时候是65分钟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也就是AXP换下 我觉得 如果打进话 讲的 其实AXP是蛮有可理的 嗯 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的话 我觉得被吹掉很奇怪 因为我的看法就是 你不管怎样 Vandai 确实是站在 那个越位的地方 但是Vandai完全没有碰到球 而且 Money强点的那个地方 Ris James 怎样都不可能 跑到那一个点 我是觉得 他不可能跑到那边 然后你阻拦什么东西 你讲Vandai 就是阻止Ris James 过去真定 你永远都跑不到那个点 你要怎样去阻止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是 值得去争议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 我是觉得Vandai 虽然是站在越位的 那个地方 没有错 对 所以不用花线 你都看得到Vandai 是站在越位线的 但是Vandai完全没有动到球 我也不觉得 他是有阻止到那个 play 因为Ris James 怎样都不可能跑到 Money强点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 那个球是要stand的 对 其实我是蛮认同 Ashley 因为我是觉得两个点 第一个点 就是Ashley讲的 就算Vandai没有阻止 Ris James的话 Ris James就算 给他跑到Money的 那个面前的话 他也真顶不到 那个投球 那个投球 Vandai顶的方向的话 Ris James 你想他是要 跑一个弯度 跑到Money前面 还要再跳起来的话 但短时间内 他基本上没有办法 做到这样子的 拦截的这个动作 既然他没有办法 抢到那个球 就不算是interview replay 他没有interview replay的话 反代越位的球员 也没有真顶那个投球 这样他不算是处于越位 也不是处于interview or play的话 我不明白说 为什么这个进球 被取消掉了 我当时候也是觉得说 像这样我不想看到 Liverpool有这个 可能性拿失望 可是我也是讲说 这一个进球是 应该被取消掉 我完全不理解说 为什么被取消掉了 同样的 刚刚那个红牌事件 我也是觉得不理解说 为什么连一张黄牌都没有 我个人也是觉得说 至少要一张黄牌 甚至说红牌 我都是觉得 同意 认同了 这是两个争议的点 所以从回放 然后甚至VR化线的显示来讲的话 反代的鞋跟 完全没有踩在 完全是play Lukaku on-site 我个人的想法 我只是觉得说 你不能说你有VR 你就讲这个是越位 这个就是越位 这个很明显的 每个人看到那一个 越位的图放出来的话 Lukaku都没有越位了 我也是觉得 看 没有被 被取消掉 这样子讲 因为我不懂 我觉得好像画线 其实你看 他画Lukaku的手 就好像不是肩膀 已经画很粗 可是 老实讲 这个也不是你第一次看到 VR做这种事情 可是另外一个点 我是觉得当时候 Liverpool的球员 止越位 很有信心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半 是这样子的影响 因为Konate Tren 那边 他们止越位 举到很有自信 他们Lukaku进了 他们也是直接好像 OK我们要开始 好像那个free kick 因为Lukaku是越位 这样子的感觉 好像已经准备到很好 我不知道可能裁判 有没有被这种东西 影响这样子 我觉得稍微可能是有吧 但是我也不可以讲 100%是这样子确定 但是如果你看那个画线的话 当然你画手这边 我是觉得有一点 呃 这个就是VR每次做的事情 我们有多少次看到 就是这种夜下 越位啊 或者是体猫越位啊 这种东西 第二位呢 对这一个Lukaku的金球被取消 有什么看法吗 觉得应该被取消吗 有 现在我是不可能 把现金超 那个 这个offside是怎样算的 是 因为之前有点交 又 手算 再又手不算 再又算 我不想 对 我搞得很怕我 对 如果 如果是说 如果 如果是 不算 应该是算 性 我觉得 那一类球 对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巧思 这一场比赛的这一个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 这个 坏人决定了 在最后时刻 换上 去坏笑 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场比赛 巧思 可以发挥到 非常深勇的 Mandy 然后 我们就看到了 60%俱乐部 不要开玩笑 Liverpool先 踢第一个 Bennarty的时候 我知道Liverpool是 踢第一个的时候 我就跟 当时跟德威讲说 想不想赢钱 可以直接去 赶赶下注 Liverpool会赢了 结果没有想到 Kepa真的是 联赛杯 定了他在 巧思的命运 当年 这个 Sari要换他下来 他不要下来 结果 点球大战输了 今年的话 这一次的话 他替补上去了 是 他仍然是 成为了 切尔西输球最大的因素 miss掉了 那个最关键的点球 各位你怎样子看看 Kepa 被换上场的 这一个决定 很common的啊 对巧思的 我应该是 想回起 反正他在 Bernardy 就跟我们 在那个 什么 对Vilaria 什么 就觉得 可能他救到Bernardy 给他散播一次 这一次 因为 我觉得是双方球运 双方 们家都没有救到 一个 都是 对境嘛 Bernardy就是 直到Kepa 就是打飞 之前 几年 Chelsea 对阿尔森 Koto一直打飞 但是Koto 打飞更高 Kepa 还好没有这样高 我记得 可是这个剧本 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当时我在看的时候 刚好我的另外两个 Chelsea的朋友 他们也是在看 然后我们就在WhatsApp 我们就有message 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是讲 等一下Kepa一定上来了 就是已经 他们早就知道Kepa一定会上来 结果有其多一个 他就讲 等一下Kepa一定miss了 然后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讲 没有啦 不会踢到这样远的啦 结果Kepa真的miss了 而且我在 好像我在很多 社交媒体上面看到 真的是Kepa 被换上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有写这种 好像这样 Imagine Kepa没有救到任何一个 然后他自己miss掉 结果真的发生 我觉得这个剧本很神奇 感觉好像 全世界都已经懂 这个东西会发生了 这样子 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 我也是看到Kepa miss的时候 我是笑出来 但是我会觉得 嗯 其实有一点 不应该笑 他miss掉了 可是我真的觉得 那个miss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 啊 可能 直接攻击喔 David De Gea可以理解 Kepa现在的心情 因为讲真的 K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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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讲真的啦 如果啦 你是门匠 你好像你打门太轻啊 或者是角度不够好啊 中调那种 我可以理解啊 可是你这个是直接 砰 一个go kick 真的飞上去 然后我就觉得很搞笑 我就觉得他 你连一个on target 这样子都没有 就我觉得太 就不应该笑 但是 Kepa 我真的是笑出来 对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当然还是要聊聊 Chelsea的这个未来 好了 这一个 Roman Ibarravic 从一开始的 简决不卖 Chelsea 到突然间 态度上的转换 他一开始去设定 这个cherry double trusty去主野管 Chelsea的时候 Derville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是觉得说 他是要有意 跟Chelsea做切割吗 还是说 他是有另有目的的 我是觉得应该是 是应有目的吧 他是先把这个 Chelsea交给那个 那个什么 Foundation那边 然后 这些人 讲明义来讲 这些Foundation 不是先是 英格兰人嘛 英格兰人嘛 先带 这个Chelsea 可能 这个幕后的这个人 应该是 Roman Abramovich 来做个操作 我的看法 是这样子啦 因为 他也必要 将快跟Chelsea 就是 将快 切到关系 直到昨天才发生 昨天 昨天 我们昨天 昨天 昨天 就是 Roman Abramovich 他确定要 去 去 因为 这个压力太过的大了 嗯 因为 Chelsea的这个 Foundation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他里面的成员就包括了 这个 Chelsea 现在的主席 Bruce Park Chelsea的这个 女队的教练 Emma Hayes Chelsea的财务总监 这个 包括了 这个 Marina 也是在会员上的其中一个 Pattercheck也是其中一个 基本上 就是已经是 在运行着 Chelsea俱乐部的这些人 已经都是在那一个 慈善基金会上面 所以 这一个 Abu 把这个Chelsea的控制权 转交给他们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 这个影响的 因为 大部分他们80多巴仙 90多巴仙 俱乐部的这个 运作 营运啦 都已经是这些人在做 这个 呃 运作了的 他最主要就是把这个 权力转交给他们的话 就像是德威讲的 要做 Check的动作 因为 英格兰现在也是开始抵制 这些 俄罗斯品牌 俄罗斯声音乐 甚至说 这个石油大行是他们 投要目标去整对 因为你要开采 这个俄罗斯石油的话 你肯定是跟 这个俄罗斯的政党 是脱离不了 关系 然后 Roman之前也是跟 普丁走到很接近的 密切的关系 情况底下的话 他们的这个议员 Kris Bryan就曾经在国会上面讲说 这一个 不要 不是不要 这个 Roman的资产应该被调查 然后应该被抽公 甚至说 Chelsea应该被政府接管 我觉得他这么做最主要目的就是说 他把 Chelsea跟自己做切割的话 至少到时候 他的资产被切割的话 他的资产被冻结的话 英国政府不能讲说 我们也要没收 要抽公 要接管 因为他可以直接讲 Chelsea虽然讲 我是他们的老板 可是 我不运作他们的 你们没有一个理由说去 从一个慈善的 这个基金会上面去 做这个接管的这个动作 可是我们之后会看到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 Chelsea的慈善基金会的 这个代表团 没有人想要去接这个工作 因为他们都知道说 Roman这一次把这个工作权 行使权交给他们 基本上是一个傀儡皇帝 他们虽然讲是 有这个名义上的权力去管 Chelsea 可是实际上 真正在幕后操作的 去 弄这些傀儡的 还是Roman Ibravovich 因为毕竟 Poro Amos 这一个Marina 包括这一个 Bruce Park 这些人 全部都是Roman自己带进来的 等于说 我不管Chelsea了 我把Chelsea的管理权交出来 可是 我交到人的手上 还是我自己的人 还是我的左右手 所以 他们为了 要避免自己本身 遇到这么大的争议性 还有压力的话 拒绝了做这个 巧思的 解管人的 这个工作 然后我们就看到说 Roman可能就真的是 破于无奈 情况底下的话 没有人要绑他 自己的这个左右手 都不想要去 解管这个工作的话 破于无奈底下 才做出 跑售俱乐部的 这个决定啦 Ashley你觉得说 Roman 是不是真的是 像我这样讲的 他是尽可能的做到 必要出售俱乐部 这一个低步 可是到最后 真的是没有办法 才做出跑售俱乐部的决定 有 其实我跟你的观点 蛮相似的 我觉得当时候其实 一部分 就是他交给那些 trustee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部分 可能是等这些 好像政治的 这些东西结束了 过后 他再回来 就是讲 我现在我回来掌管了 但是在这段期间 战争 什么跟俄罗斯有关的 可能暂时就先踏远一步先啦 就不要管这样多 我当时我是觉得 可能是有这样子的 这种概念在的啦 可是结果就像你讲的咯 左右手都不帮忙 就大家都是觉得 不要 可能他就觉得OK 现在 处于这种政治的压力啊 这种我还是 把他抛售的 比较好 我是觉得蛮伤心的啦 讲真的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 阿布是很喜欢超系的 这个是真的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但是 现在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把他 抛售掉 而且他最好是1.5分 都不用还给他 也撇除 sportwashing 这些东西不讲的话 单单从足球方面来讲的话 他确实是一个好老板的 他就是那种球迷想要啊 就是这一个 我们要的就是一个肯出钱 肯投资在球队身上的老板 不要是想着把球队的财富 移到自己的这个银行账户的这个上面 我们看一看 其实他在英格兰代 现代英格兰足球的这个 冲击力也是蛮大 像我之前在96X做了一个影片就讲了 他当初收购超系的时候 超系的市价1.43亿银磅而已 可是 现在 2022年已经翻倍到 将近20亿银磅了 这是多么大的这个反转 而且 过去19年间来讲 英超的这个近代历史来讲 没有一支俱乐部赢的冠军奖杯 是可以去媲美超系的 阿布的这个陆主超系 基本上就是打断了 当年曼联跟阿森纳分割 英超的这个 垄断的局面 然后他的 在超系的成功 也是基本上给了Match of City 给了Newcastle United的这些 新老板 一个蓝图说 你怎样子把一支球队变成 英超的整冠人们 甚至说去抢欧冠冠军 甚至说 我们这几年看到的啊 一些 这个是比较不好的方面 就是 成绩一不好 这个manager out 那个manager out 这个考试也是 Roman带进来的 所以你可以讲 现代足球的这一个 英超啊 现在的这种传统 这些文化啊 很大部分是跟 Roman Ibrahimovic 入主超系过后 脱离不了关系 他确实是 影响了近代足球 很深远的一个老板啊 不只是超系 而是对整个英格兰的组坛啊 过我们还是要去聊聊啦 超系现在的这个 这个未来的话 在Apple宣布要卖掉 超系过后 就有这个瑞士的富豪 这一个 呃 Wix还有跟这个 LF Dorges的部分的老板 Top Boley 可能会核资其他的几个 这个生意人 去投标买超系啊 这个对超系的未来来讲的话 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 因为你从只有一个老板 而且这个老板当初买进超系 是想要投资 让超系变成世界最强的球迹之一的 到突然间可能会面临到 一个俱乐部有很多个不同的老板 然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的 情况底下的话 超系的未来会不会就是 就是陷入到当时候 乌斯马诺还在阿森那的时候 跟Cronky去抢政权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每个人都想要 都不愿意做退步的情况底下的话 就看到这个 board room 里面 这个高层里面 会出现到内斗 导致说球队的成绩 间接受到影响的这个情况啊 德魏你会不会担心 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会啊 已经开始担心了 我已经是下个CH 我已经下个阿森了 我们已经是说阿八阿森了 不用看了 我现在讲这个赛季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赛季 Chelsea Pernille League 没有希望了 应该是第三名了 然后EFL就是亚军 第二名哦 UECL也是应该是 我现在这样子的阵容 应该是走到 最最最最应该去到 Semi-Final 然后就是Effect Cup Effect Cup 是可以打很远的 但是也是去到 最后来是压局吧 看不出他可以拿冠军的吧 我就是觉得 哇 继续奶 你继续奶了 你继续奶了 不是不是 看来你看 连续都输了 你看四次五次应该又六次了 六五六五 有六五七了 但是你们有World Champion 你们是Champion of the World 现在 明知吧 明知吧 感觉上很讽刺耶 就是他在 敲心能赢的冠军奖杯 从最十指五位的射取盾 一路打到这一个 四巨杯 感觉上就是 在这个时候划下一个 剧点的话 感觉上 也是蛮讽刺的一个 结局啦 就是说 你能赢的你都赢了 然后你就在这个时候 结束掉 是讽刺 可是也是一个蛮完美的 一个结局 一个 一个章节 一个时代的结束 Liverpool当时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 赢了过后 也是差不多 也是这样子 就你赢了那个 四巨杯 这样子过后 就慢慢 一个赛季伤病的问题 然后把 突然间落下来 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算是一个完美的 完美的结局 这个完全不能做比较 好不好聊 这个不能做比较 很快的从 乔西身上拿回 他们投资的钱 甚至说拿回 投资的钱过后 拿回本购要再赚钱 所以短期内 乔西 可能资金上 会受到影响 然后 我担心 还不是这一点 我担心的是 资金上 会受到影响 是一点 第二点是 刚刚我讲的 暴力里面 会有 因为很多个不同的老板 每个人都是 各回鬼台 各自都想要 在不久的将来 甚至说很长远 讲来 里面完完全全的 首购掉 乔西 想要把乔西占为独有 像是 Cronky跟Osmanov 那时候就抢了很久 这几年才是终于 确定 Cronky完完全全的 买完Arsenna 100%的股份 我觉得乔西 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另外个问题的话 就是这一个 LA Dodgers的 这个部分的老板 Tock Bolli 这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 如果他真的有意 要买乔西的话 乔西的球迷 要非常非常关注这个人 因为他曾经是 创下了 这个贷款金额史上 最高的这个贷款 曾经跟这个 美国银行贷款的 10亿美金 所以 如果不知道 贷款 10亿美金的 这个 故事的话 基本上 我可以去跟你们讲 如果他真的 这一次又是用 贷款的方式去买 乔西的话 乔西的命运会跟 曼联当初 Glazer手购曼联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做法 会让乔西一夜之间 不再累累 所以 乔西现在的这个未来 我觉得说是 非常非常的 黑暗 非常非常 具挑战性的 虽然讲 阿布的 这个统治底下 最后的尾端里面 他给你们了一个 很健康的 很好的 这个情绪的体系 可是 像我讲的 这个 财团进来的话 每个人各怀鬼胎 每个人都想要去 抢功劳 去长远的未来里面 收购乔西是一点担心的 这个Bot Room没有办法 齐心合力 没有办法有共同的目标 第二点就是 财团想要的是 从乔西身上赚钱 并不是像阿布这样子 是投钱进去俱乐部 去做这一个 投资让俱乐部变强 他们想要 从乔西身上的 可能是赚钱这些财团 第三点就是 如果是贷款去买乔西的话 哦 基本上就是 阿神那跟曼联的 这几年的问题 直接一次过 套在乔西身上 所以乔西的这个未来 我老实讲真的啦 会直接考验说 乔西哪一个球迷 是真正的球迷 哪一个球迷可能是属于 冠军球迷 胜利球迷 对 阿神你怎样仔细看 乔西的这一个未来啊 这样听你讲完了过后 我是觉得很黑暗 而且现在 我觉得现在是很多 like speculation嘛 你不知道到底谁会 入手拿到这个乔西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乔西民 你现在只能祈祷哦 你只能祈祷你的下一个老板 是一个好老板而已 但是以现在啦 目前有的candidate来看啊 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情况 但是其实到现在 其实也没有多少这个定论嘛 如果可能隔几天了 过后又有新的一些买家 要买的话 可能也是会有好事情啊 这个Wix是一个87岁的老头子了 所以他就算买到乔西的话 可能乔西在不久的讲解里面 你就真的是会看到这个财团会出现 权利上的这个纷争 然后可能他step down过后 真的会 会是蛮乱的 要看说最最终他卖给的是谁 然后这些人进来的想法是 要继续让乔西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决筑部 还是说把乔西看成是一门生意 可以赚钱的标签数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啦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 其实这个老板 我觉得最好的话啦 最理想的话啦 你的初心当然是你的初衷 当然是要爱这个球队 真的是要带他们的这种概念 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好像钱啊 你只是为了投资这种啊 哇这样子的话 不管你是什么球队的球迷啊 你都会觉得很辛苦 各位呢 你怎样子去看待乔西的这个 可能会出现到的这个新老板 然后你想跟新老板讲的话是什么 要怎样子去经营乔西这个决定 我是希望他是有心带乔西的 我只是这么说就是 因为我现在的 现在的新闻还是不定的 就是没有一个 你知道最好的candidate去接触乔西的 就是目前最成长最后就是什么 那个未缩87岁的 随之链这个老头子 就是 我是觉得要看 像教育员子 教育员子 教育员子 看这个如果是发生像 很多拆穿样子 来抢购这个俱乐部 就像 NU 那种 这是最怪最怪的情况 如果是最好的情况就是 希望 遇到一个好老板 就是 你可以除了像 找一个像 Man City的大老板 那我把钱投资在 居住部方面 哇 狮子 大张嘴 直接讲像Man City的老板 哇 他没有讲 Newcastle的老板已经不错了 哈哈哈 不过 Newcastle的那个沙地王 应该是在剁脚 哎哟 早知道我忍多几个月了 早知道等 忍多几个月了 买什么Newcastle 哈哈哈 不过 巧思 我觉得 Chill Me 应该也没有什么好抱怨了 一个时代的结束 19年你们 风衣足食啊 美 19年把Arsena Tottenham踩在脚下 疯狂的去讽刺 19年来赢了 在 近代的这个 影朝上面来讲 应该是除了 这几年串起的曼城以外 没有一支球对 赢的冠军奖杯 次数是可以跟 巧思说比较吧 你们赢的冠军 超过曼联 超过Liverpool 19年来 换到两座欧关冠军 你要知道曼联 历史上百多年来讲 我们只赢了三座 你们在19年间 就追到了两座 这个是已经是 我只能讲是一个 很童话的故事了 当然还是要回到那一点啊 Roman 买Chelsea 不排除是有 Spotwashing 可是单单从 足球这一块方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 这19年已经够美好了吧 够美好了 没有真 已经拿下了就是 可以赢了都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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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 欢迎到loser club 加入到半年 跟这一个 我准备给你们 TOPNN的阵营里面吧 阿斯纳 阿斯纳看起来是要 即将要脱离我们 远离我们的区 不过阿斯纳 现在还是我们 半个会员 看你要不要加入我们 半个会员 人家要往TOP4去啊 我们还可以讲什么 我还要开始掉TOP4 现在现在应该是 TOP4 如果我们最后还是要讲 这个 Chelsea被抛售的话 我觉得 现在最大赢家应该是 Man City跟 Newcastle吧 Man City的话 这几年我们除了担心 Liverpool之外 哇 Chelsea好像要 爬上来的 现在这个 Roman走了过后 可能 Chelsea未来的 投资会受到影响 然后Newcastle的话 利争上游要抢前置的话 这个时候看到 Chelsea可能有机会 开始出现下滑 情况底下的话 再加上曼妮 又状况不稳定 然后TOP4也是 极不稳定的情况底下的话 这两支球队应该是 最大的赢家吧 而且现在Newcastle 已经慢慢爬出来了 他不再是降级热门了 现在感觉 我觉得 感觉如果这个赛季 你再继续给阿将 留在阴潮的话 下个赛季就来了 就可以 splash cash了 就可以来了 阿森啦 在翘西啦 而且 买在球员了 对 当然的话 最后我们也是要聊聊 这一个 呃 你们对于 翘西的 这个未来的话 你觉得说 接下来 5到10年内 你们预计 翘西会处于在 什么样的这个阶段里面 会是 像我们担心这样的 走下坡 还是说 还是会 这样子讲的老神在在 偶尔还是会去 抢一下冠军奖杯 你这样子去看待 翘西的这个未来 预测 5到10年后的 翘西 我觉得 我觉得 5到10年后的 翘西应该还会是 一个好门 我觉得 暂时不需要担心 以 我觉得至少 至少一个 两三年下来 你还是会去 做这种 升 Top4 这种的 因为你以现在的 这个squad 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可能你过了一个5年后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难讲 因为你以前在你的这种 Youth System Mia Squad 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OK的 但是10年的话 可能就有点远 10年的话 恐怕可能就像现在 Tottenham 这样子的 这个情况 这样子 有了 那位呢 怎样子去预测 我是说不过 嗯 是不是像Ashley 这样子讲吧 也是要看这个 呃 我觉得先是看 这新老板 的 对于翘西 是 那个方向是什么 这个才是重点 要先看 要先看 然后 嗯 我是觉得 可以的话 也是 也是看一下Ashley 你讲的 对啊 我个人的话 我是觉得说 目前来讲 至少Ashley 未来的10年 还不需要太过的担心 因为 当初Glazer 进来入主 曼联2005年过后 曼联还是有机会 开启一个 最后一个Ferguson的 皇朝的 用这 当时候年轻的 Ronaldo Rooney 这些 打出三连贯的 这个银巢的 这个Diagino 期间还拿下 一座欧冠军 就算之后 Ronaldo走过后 我们还是有办法 几乎每两年 哪一座 两年哪一座银巢冠 直到Ferguson 退休过后 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曼联 才开始出现到 一盘散沙的 这个情况 而且如果是美国的 这个老板入主 其实我是觉得说 乔士也不用担心说 转会市场上 不会买 不会买的 没有钱买的 因为像是曼联这几年 也是 砸钱不手软 只是要担心的东西 就是跟曼联这样子 钱有没有用在对的地方 有没有花在对的地方 还是说就是因为有钱 就乱砸 不管是对的权也砸 错的权也砸 没有方向的去砸 然后就算花了很多钱 可是成绩还是 一直出现到 严重的下滑 一步前进两步 两步突压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说 谁做老板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 以超市 现在的这个打出来的 市场价值来讲的话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一点是 就是内部的这个架构 内部的目标 有没有办法打成一致 然后内部的管理人 管理人员来讲的话 有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因为曼联当时来讲 是太过于依赖 福克森了 福克森一走 几乎就是整个高层 整个体系里面 懂得足球的人 就全部走完了 但是其实一部分 刚才你讲的好像 当时好像少了 Ronaldo啊 你们还是有办法 好像两年拿一座 两年拿一座 但是那个时候来讲 你可以算是曼联的 那个Squad 是整个营潮里面 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 现在超市的这个Squad 并不是最好的 所以有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会值得担心一点点 对 而且福克森 也是世界级 顶级的这个主帅 可是突扣的话 我觉得 是吗 我冠冠军 世界级的没冠军 我找超级没冠军 能够打进的 决赛他都打进的 因为我是觉得 当时候来说 最好的现在是 有福克森 还有Wanger 因为某时候已经 不在英超了 因为现在来说 是Tuchel 还有Yuggen Klopp 是三个 我也是觉得 现在竞争比较大 现在竞争很大 但是以前的话 我觉得还OK 而且以前 曼联那个时候 那个Squad 是很顶级的 但是现在超市 如果你要跟上次当年的比起来 我觉得差距还是有点大 我觉得现在超市的阵容 比曼联当年的 这个阵容 好很多 我老实说 真的呗 年轻是吗 更为年轻 对 因为曼联那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都是在吃老本的 然后 还是用着 Evra Vintage Ferdinand 都在吃老本 然后前锋线上 从当年最顶盛的 Ru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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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拍又打的不是很好 然后再到后面 Ru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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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变成一个笑话 一个joe 相信阿斯纳球迷也会蛮认同的 当然的话 最后的话我们就是 今天的节目也够长了啦 要做一个结尾了啦 各位 最后 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 还是说跟Chelsea喊话一下 是 有讲哦 有讲哦 颁布我每个Chelsea球迷 这个礼拜真的颁布哦 我真的是熟 没有办法 就往前看吧 所以让你们的心情 机会蓝一下 也好 符合你们的色调 Ashley有什么要介绍的吗 就如果有兴趣看 跟六普相关的这些 赛前看点啊 赛后观感啊 资讯啊 这些影片啊 都可以去找我的这个 频道ABT主谈啦 里面主要是会cover 六普在阴潮这些赛程的 然后我的话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 漫年相关的影片的话 可以去找一找这个Facebook上面啊 YouTube上面啊 亚洲红魔啦 我们最近上了一支影片是讲 漫年的最有状态的实验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说 为什么我觉得说 Ronaldo应该跌出这个首发名单了啦 当然的话最后也是要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们想要继续知道更多的 战国论主的这个资讯的话 可以在Facebook上面搜索 CHLIMFM 在这个你们听Podcast的 所有的这个地方 不管是Apple Podcast 还是Amazon都好 都可以找到战国论主了啦 如果想要看影片版的话 YouTube上面搜索 增强时代 就会看到我们的 这个视频版的这个Podcast了啦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 这就是这一周的战国论主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各位先这样啦 拜拜